有粉丝寄过来这么一个东西 变组箱 变组的组 很奇怪的东西 上面没有任何标识 也没有写变组箱啥字 变组箱是我临时给它起的名字 非常容易摸索出来它的使用方法 看这属于0.1 应该这就是 几个0.1 现在0.0.1肯定是0 0乘0等于0 0乘1 这个是1欧 把这个都复位 插上万用表 你看现在所有都在零档 但是万用表在不停的跳来跳去 这证明这个东西工作的并不是很稳定 给它做一 给它变成 9 超出两成 10 超出两成 100 100 这个还相对要准确一些 100 也不好用 一敲这个相对要 相对也不准 这个东西就是 这东西很垃圾 我现在怀疑它是不是变组箱 里边还想一想去 你看这有个螺丝 盲才是断进去了 直接拆开吧 看一下这里边大概是什么的设计理念 对拆解出奇的友好 里边藏了一颗螺丝 这个位置应该是断掉了 想来想去的是这个 处处都有小惊喜 然后看一下里边的情况 设计理念 先多把它变成零 看一下线路走向 线路从这儿进来 接端子从这儿进来 然后这个铁片 把上面和最下面短路 它就是零欧 这几个目前都是这样 整个是一个串联电路 然后看一下把它拨到1000欧的时候 后边什么情况 1000欧朝这边拨 拨 这个可以理解吧 这时候电路从上面 从它 再通过这个电阻 往后走 这是个1000欧的电阻 同理 再这样拨 两个1000欧的电阻 相当于2000欧 3000欧 4000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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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应该是5000欧的电阻 再往上走 5000欧 通过它 过来 往后走 6 这就是加法了 通过它 过来 然后再绕过这个1000欧的 往后走 后边都是大同小异 同理 但是你看 它为了保持手感上面抹了很多油 而且这个东西对这个底线路板的精度和平整度要求非常高 就拿这个来说 你看有的油还在上面 它并没有和这个铜片相接触 所以说就形成刚才这种工作特别不稳定的效果 就算是它和铜片相接触 时间长了 它也会把这个铜片给刮花 所以说这个东西想法不错 但是 这种机械结构还是有待商榷 看这个位置 根本和这个铜片就没有接触上 就这么一个东西 一个设计挺好 但是用起来很不好的变阻箱 我先键哦 三千里 第一次 这 说